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和有线网络电视台联合出品的自制剧 最后一种是续播之前停播的自制剧 三 比如纸牌屋王冠 就是第一种100%元之原位的奈飞自制剧 李太苑就是第二种 奈飞买下韩国电视台JTBC20多个电视剧的全球独播权 黑镜就是第四种 奈飞CEO哈斯廷斯在2019年第四季度投资者会议交流会上 披露奈飞的本地化剧集已经超过130个 本地化自制剧战略的最后一环是全新的基础设施 奈飞的网页端和客户端设计可以全球通用 只要换个语言就能到另一个地区使用 但是这还只是最基础的 奈飞的字幕音频甚至是海报都是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设定的 设置为中文的用户界面 电影海报内都是中文 字幕不是爱忧藤那种陷入式的字幕和音频可以直接切换 新的基础设施带来的结果就是一次投入 可以无限复制到全球用户 真正接近于互联网边际成本为零的理想状态 因此自制剧的单位经济模型也是成立的 奈飞自然愿意大力发展自制剧 本地化自制剧的成果非常显著 奈飞在2019年12月17日第一次 详细公布了全球各个地区订阅用户的数量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为最大的一组 两年内用户翻倍 2019Q3有4740万订阅用户 2017Q1只有1970万 正140%其次是拉丁美洲用户同样翻倍 2019Q3有2940万用户 正90%最后是业太地区 用户翻了三倍 收入翻了九倍 2019Q3有1450万用户 正209% 收入从1、16亿上涨到10亿 奈飞SC的可能性 奈飞为何坚持不做广告 最后再来看此次 疫情中奈飞超越其他流媒体平台的一个关键问题 奈飞为什么不做广告 从各方面来讲 奈飞似乎都没有不做广告的理由 有些电视用户数量节节衰退 但是广告主的需求疫情过后仍在 这部分广告预算总要投出去 奈飞不要就给别的渠道和平台吃掉了 根据彭博估计OTT市场广告收入 未来四年能翻三倍 Digital TV预测2024年AVOD的市场空间 比奈飞为首的SVOD模式大 36% OTT可以理解为除了传统有线电视以外的渠道 AVOD Supported Video On Demand 有广告的内容渠道 比如Roku和Hulu SVOD 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只以奈飞为主的订阅制内容渠道 另外 奈飞本来有大量的观看数据 可以用来分析用户的需求 流媒体平台的数据类型 数据模型和数据量 都是原来有线电视台无法媲美的 同时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 也有大量的用户 有免费的需求 这一切都可以通过 推出一个免费的 有广告的奈飞 奈飞SC来解决 奈何华尔街 从2005年开始 就已经分析奈飞SC的可能性 Jack Morgan 奈飞就是不动摇订阅制的路线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奈飞对订阅制模式的自信 以及对自身的清晰定位 奈飞在广告市场没有优势 即使是海量用户的观看数据 也难以和谷歌亚马逊 脸书的贴量用户数据相媲美 即使是想要从这三家口中 获取50亿广告收入 要投入的成本和竞争压力 还是太大 未来十年内 这三家公司谷歌脸书亚马逊 将获得无限的数据 奈飞没有优势 也不愿意去获得过多数据 奈飞CEO哈斯廷斯斯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奈飞的野心 绝对不是几十亿广告收入所能限制的 就像上文中说 花旗证券在2005年 就建议奈飞在信封和网页端做广告 使用当时已经积累了5亿的评分 做数据分析 2006年的广告收入可达1000万美元 在过去任何一个时点 如果奈飞开了广告 其收入规模和今天奈飞的会员收入体量相比 也是小屋见大屋 最后一个角度是 奈飞在全球流媒体行业的市场份额 可以远远超过在广告市场的份额 垄断性定位 带来的垄断性定价收益 一定高于竞争激烈的广告市场 带来的收益 就拿中美两国的市场来说 中国每个省份每个市 基本上都有电视台 但是全国的流媒体常视频 平台有几个 爱奇艺优酷腾讯三个 美国有那么多无线电视台 有线免费电视台 有线付费电视台 最后活下来的流媒体 平台不过两只手 奈飞还是聪明的 从创立之初 在巨头厮杀下逃出升天 到今天 纵横全球呼风唤雨 订阅制都是奈飞的根基 今天奈飞能在 全球流媒体平台中 独照凹头 也是数十年的无线游戏中 保持战略定力的回报 回看中国市场 你觉得哪家公司 最有奈飞的气质